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有没有自己心目中的一些偶像 不一定是说在娱乐圈的 我心里偶像啊 我有喜欢的特别喜欢的演员 我特别喜欢邓超 你喜欢邓超 对对我特别喜欢这个人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喜欢 很多人说你为什么喜欢邓超啊 是因为他的逗逼吗 是因为他的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 就是很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这个人 但是你看到他你就知道 有这个人是我喜欢的 我以前我也特别喜欢邓超 我是从他那个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没事 没事闲的时候 我会在他躺着看电视 那时候从他拍那个 你是我兄弟的时候 我现在就真的 没意思 你喜欢邓超 我认为邓超 黄博 嗯 嗯 学生 嗯 他是戏剧 偏戏剧版的吗 我特别喜欢喜剧 嗯 我喜欢搞笑的东西 嗯 超哥超哥真的是 超哥很给力的 真的 一开始是那个 520那天 超哥发了一天微博 说什么 那个 呃 你喜欢谁 反正超哥是说 帮大家做表牌的 那么一个 东西 一开始我没看到 但是 就很多粉丝在里面 帮我表白嘛 什么 然后我想 哎呦 我想确实 应该表白一下嘛 然后我 在超哥的评论下面 我留了一条 我就at了一下超哥 但是万万没想到 超哥 竟然回复我了 超哥 呃 发了 一个微博 at了我 当时看到我也是 真的是 我配了个表情嘛 很激动啊 因为这个感觉 突然距离近了好多啊 我这个很喜欢的人 他竟然 啊 真的看到了我 我对他 说的东西 对吧 也真的看到了 我也看到了他的回复 当时就是 很激动 很激动 所以我也理解了 你们的情形 真的 真的 很开心 让我开心了好几天 周杰伦老师 其实我 个人是非常 喜欢他 非常 佩服他 无论是从音乐上面 还是 他的 这个 人格 性格上面 我觉得都非常 非常值得学习 其实我本人 没有见过他 我没有见过他本人 但是我有一张 他的退签 是 也是朋友 拖一个朋友 然后就 过生日的时候 带给我 退 那个 我 然后生日快乐 可能 可能他本人都不记得 最爱听的歌是什么 最近最爱的歌 最爱听的歌啊 周杰伦啊 周杰伦 想周杰伦 对 错 这个不像 你学 你学 你学吗 你学吗 我学不书 你也学不书 不错 不像 不像 你学不像 你去KTV会唱 他的歌吗 会 小唱一句 小唱一句 周杰伦的歌 OK吗 B点的 每次去KTV唱 B点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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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唱 我给你唱一下 第一首专辑好吧 你唱一首 随便唱一首可以吗 B点的歌 盛典都没有表演 盛典都没有表演 他能一点 无力吗 B点的歌 七里香 我一定会点 七里香 高潮部分 高潮部分 高潮部分是 雨下生夜 既不住死 也是我的一个 雨下生夜 我的爱一处就像 我的爱一处就像雨水 这不是说不清唱吗 就清唱 把我的这个 听吹吹到地 好好好 诶 大家错了 明星的粉丝啊 明星的粉丝啊 周杰伦啊 对啊 邓超啊 是什么原因 是成为了他的粉丝吗 就是喜欢吧 没什么原因 嗯 对 有没有因为就是追星做过什么疯狂的事 可以分享 好像 好像没做过什么疯狂的事 印象里好像没有 嗯 那可以现场表演一下就是 呃 就是 就是 周董的歌吗 或者是 不好 哈哈哈 没有什么经常吃鞋 吃鞋了刚才 不想唱 哈哈哈 那 就是 周董为您就是成为艺人 然后带来过什么精神上的鼓舞 或者是 呃 鼓舞吗 没有我很多很多这种 呃 有一些公开的演出机会啊 我都会唱 他的歌 一个是比较熟 然后又很喜欢 也是一种 小时候的一种 一种 一种情节吧 对 那有什么想对 他本人说的话 嗯 有空认识一下 哈哈哈 生活中自己比较喜欢 听什么类似的歌曲 我啊 我小时候就听周杰林听得多 然后现在后来就听曲都听得多 纯音乐啊 嗯 嗯 那以后会不会考虑再多一个歌手什么 可以啊 这东西 不不不介意嘛 嗯 也不给付 嗯 有没有期待合作的歌手 那对 肯定是周杰林啊 小时候的偶像嘛 周杰林的新歌 三首 三首新歌 你最喜欢周杰林的哪一首歌 安静 偶像是什么 偶像周杰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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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